企业名利投入苗栗县消防救灾工作再添利器 家住南庄小南浦的企业负责人回馈乡里 捐赠南庄乡公所需要的勘灾车 再加上消防救灾设备约300万元 举办隆重的捐赠仪式 希望让南庄乡民和游客都能够平安顺利 南庄子弟回馈故里 出身小南浦的企业公司总经理张玉和 和妈妈一起出席捐赠典礼 受到县府消防局南庄乡公所与地方代表热情回应 感谢有企业名利的投入 让工部门增添救灾设备 提升企业的一个捐赠给我们苗栗县政府消防局 以及南庄乡公所的勘灾车 以及一大批很重要非常实用的消防利器 这对我们苗栗县政府消防局以及南庄乡公所 在充实自身的消灾防火的这个让人上面 是一大功利的益助 非常感谢我们企业家在这个疫情之后 还是能够顾虑到这个公益的一个效能 捐赠仪式在南庄乡公所前展开 这份善缘来自于张总经理陪妈妈回故乡投票时迁起 南庄乡长提出乡公所平时救灾 道路抢通勘灾的需求 同时南庄消防分队此次也获得破坏检 热险相仪与救灾无人机等装备 投入救援与救灾工作 要去那个山区会堪或者是 有一些去那个就是乡亲有说需要改善 或者是怎样 因为像下雨过后或者是那个 平常时候要去的话 那路面湿滑或者是山路比较陡峭 然后就非常需要我们的一个四轮传动的一个群民 在车祸现场或是灾害事故现场 能够让我们消防人员 迅速争取更大的空间 可以把受困的民众把它脱困 把它抢救出来 那第二个最先进的设备就是我们 现在最夯的无人机 包括我们县长也持续在推动我们的 无人机的一个相关的机队 那这个无人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在山岸的搜救 包括在水域的搜救 它可以进行大规模 那刚才我问我们抢救科科长 这部无人机大概可以飞行两公里的距离 因为热爱从小长大的南庄 捐赠典礼上张玉和系数 他对南庄最有感情的事物 表示回馈想法已经酝酿多年 希望能够照顾到乡民 与前来游玩的民众 南庄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也是想回馈乡民 对 那我从小生长在这边 成长在这里 我觉得我就好像父母亲 我真的有觉得会无以为报的感觉 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尽量做 近300万元的车辆与消防器材捐赠 有助于车祸、意外和火警救援 全面提升南庄地区灾害防救执行效率 感谢观看